Hello 我是Everyday Splice 的 Jennie 我們今天一集要聊的是 好像很多人都以為長灘島 封島只是因為環境問題 但其實有更多內幕 長灘島官方已經宣布 4月26號他們即將封島半年了 那這會大大影響到他們的觀光事業 估計會有超過7萬3千人的生計受到影響 並且會損失超過 100億的新台幣 那官方說法是希望利用這段時間 整頓他們的環境問題 但其實真正的原因 我覺得內幕重重 我們之前有一部影片 就是在拍說長灘島上面有很多 臭掉啊乾掉的海藻 那那些海藻就是乾淨的時候 隨著海流被沖上岸的 其實就是因為當地的 不管是超過300家的商家 還是當地的居民 他們是什麼樣排污水的 他們就是把不要的水 倒到排雨水那個水管 但是這個水管是直接投入到海洋 對 就是等於說污水直接排到海洋 會造成海洋優氧化 那優氧化就會造成海洋裡面長很多的浮游生物 裡面就包含了運軸 然後就像你剛剛講到 在乾淨的時候就會因為海流 把這些東西帶到岸上 放久了就會發愁 所以污水處理其實是主要原因 那另外他們也希望利用這段時間 可以整頓他們的道路 讓交通擁測的問題少一點 那另外就是希望改善 獨獨車排放廢棄 對把他們改成電動車 對然後他們一天會製造超過60噸垃圾 無法處理掉 所以他們也希望可以新建了原廠 改善這個問題 就是這些工程真的有辦法在6個月 6個月內完成嗎? 其實是存疑的 這麼大的基礎建設工程 至少都要有個兩三年的時間 問題就在杜特地發佈 它要封倒這件事情的前兩個月 它其實去跟澳門的最大的博弈集團 Galaxy的人去會面 然後他們是想要把長灘島打造成一個 high-end的博弈海島 那就很奇怪啦 就這麼剛好兩個月的時間 就要封島了 就是在五天它宣布要封島之後 Galaxy它就拿到了暫時性的營業執照 這就很令人存疑啦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它Galaxy它還跟當地的 娛樂集團有工作 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就在這個菲律賓的當地娛樂集團 是什麼呢? 它就是跟杜特地相關的一個企業 所以問題就來啊 怎麼這個關係圖就是這麼複雜 而且通通都跟杜特地有關 而且我覺得博弈事業進駐長灘島以後 會破壞長灘島作為一個 度假勝利的美運 就是會引來更多的遊客 但是他們真的能夠把長灘島 改造成一個負荷得了這麼多遊客的島嶼嗎? 不確定 蔡豐島這段其實算是長灘島的雨季 那根據夏季的這個氣候來看的話 其實馬來西亞的停泊島 跟巴黎島附近的一個吉利群島 其實是蠻適合去的 如果喜歡膚淺啊 潛水朋友的話 在那邊沒有到太多的開發 然後又可以看到很棒的海底世界 那如果你還是堅持要去菲律賓的話 你其實可以去愛妮島 因為愛妮島它同時有在做生態保育 然後沙灘跟水質也都還蠻好的 那另外就是可以去蝦膏島 蝦膏島是一個衝浪的聖地 對然後它除了有非常漂亮的海灘之外 它還有非常漂亮的瀑布可以看 其實還是要呼籲大家做一個有責任感的旅人 就比方說你去游泳的時候 可以不要擦防曬 就盡量不要擦防曬 然後不要化妝這樣 好因為這些東西都會污染海洋 不過最大的還是希望大家在出發之前 可以先看好那些地方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在做生態旅遊 那如果說不知道要看什麼資訊的話 當然就是要看Spice囉 沒錯 By the way Spice的app最近要上架了 那我們在上架之前 希望邀請一些人來做測試 所以如果你有意願的話 可以點選在影片敘述上面的表單 那到時候就是可以先看我們的app 到底在搞什麼鬼 可以看Jenny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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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沒有這個 Everyday Spice之後會定期更新 國際旅遊資訊 當季旅遊地推薦 還有台灣的特色體驗 如果不想要錯誤的話 記得訂閱開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안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